如果吳彥竹過來的話 那你不會去嗎 在麻豆有沒有曾經被請貴者或是暗示過 爛人 之前消失的兩年之間 很多網友在懷疑說 你是不是被乾爹包養了 那這樣子的摺偶條件可以看一下嗎 他... 就可以了 他在這裡不及格是OK的 那粉絲都想問 這是最簡單的途徑了 真的好像是 自己有小孩入行的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現在的收入多少錢啊 一億台幣 耶 祝福快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舒暢 那我的頻道也滿一週年了 剛好最近也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打算給大家出一期QA 那這一些問題都是平常 大家問我問的比較多了 那我有特意挑了一些 比較心罵的來回答 好 那我們就不講廢話 直接從第一個問題開始 舒暢 平常 別的泡馬 這個問題我一直一直很想要展開來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女生的原因 就我會覺得 這是一個賠力遠遠大於淫慮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找不到任何的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要接觸一個陌生人 然後要跟他溝通 然後要去篩選 還要去接觸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才為了就是那舒服那20分鐘 而且還不一定舒服 所以我就找不到任何的理由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他花費的時間啊成本啊 遠遠大於就是可以獲取到的東西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我們做這一行的 嗯 理所當然的就會有約炮啊 會有性伴侶啊這些東西 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跟男生討論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子的動力 一直持續的去做這件事情 那性慾比較沒有那麼強的一個女生嗎 沒有你就算有性慾 可是你做那麼多前置工作 然後只為了這麼一點東西 我也覺得不值啊 所以你是理智大於性的部分 我其實是想要知道為什麼就是 他的最終動力是在哪裡啊 因為之所以有很多人問我 包括像是以前我們也出過很多的影片 然後在講他的心法啊 技法啊 各種技巧這些東西 那說明這個是大部分人的那個一個需求嘛 所以就是應該有很多人想要做這件事 可是我就 找不到任何的點跟動力去理解這一件事情 去約炮就是兩個人各取所需 想要打炮所以才約炮 其實男生想的應該比較簡單 然後這一個問題哦 很多人會給我設置陷阱 就是他會把這個包裝成一個 我只有盈率沒有賠率的事情 如果吳彥祖過來的話 那你不會去嗎 可是你知道生活當中 他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事情啊 那如果你這個局 明明就是盈率多於賠率的話 那不用你說我自己就會壓錢上去啊 你現實當中你根本就不會 給我一個這樣子的獨居 所以你沒有資格就是去設置這樣子的 一個陷阱的問題 所以吳彥祖可以啊 吳彥祖可以 欸你知道跟吳彥祖一次夠我吃三年吧 應該 夠我吃三年他的流量 吳彥祖老師對不起 那你會因為如果有流量 會故意跟某個男明星 或是一個很知名的人去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 然後我就會刻意把他爆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下一題 入行後感情生活跟性生活有什麼變化 其實入行後基本沒有感情生活了 那入行之前有交過四個男朋友嗎 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過 那性生活的話 我其實現在想起來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後怕 那像是現在的性生活啊 他都是高強度的身體檢查啊 然後呢 我們拍攝之前啊 也要做好所有的清潔 好吧 像是現在的性生活的話 比較少嘛 那就算我的Facebook OnlyFans 這種一個月四更週更這樣子 那最多最多 可能你就有四場的性生活這樣子 那還是在有身體檢查的 然後大家有做好很嚴格的 清潔的情況下去做的 所以其實安全度跟衛生程度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好像還比以前正常 談戀愛的時候要高要好 所以我現在想起來 覺得有點後怕的是 以前談戀愛都沒有身體檢查報告啊 嘴的這種東西 我現在想起來會覺得有點後怕 就是跟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樣 因為大家會覺得這一個行業進來的話 反而在性生活的方面 可能要犧牲的比較多 或者妥協的比較多 但法而是相反的 那下一題哦 好 產業裡面有沒有潛規則 產業裡面有沒有潛規則 我是覺得每一個行業應該都有 爛人 但我覺得就是 我們從實際操作的層面去講好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利用潛規則 才獲得這一件工作的話 那你需要睡蠻多元的 那你還要睡編導嘛 那還要睡有話語權的人 那如果有投資方 你還要睡投資方 那你進來是要做慈善的 還是真的是要賺錢的 所以我會覺得 從實操層面的話不太可能 這個是你給你利人設的一個問題 那這件事情是給我利人設的一個問題 哈哈哈哈哈哈 那這件事情應該是說 你身邊有沒有遇過 或是聽到身邊的 不管是其他合作對象 合作女優演員 或是導演 不管是上司什麼的 老闆啊 都知道 你自己有沒有聽說過 那我不知道具體是誰啊 可是真的會有女生會因為 就是這個人可能講話比較好聽 比較會裝 比較會包裝 然後相信她 在她那邊工作 然後獲得很好的回報 但其實根本就沒有 這些事情很經常發生 最終賺錢呢 其實並不是女生 而是中間的人 渠道的人 平台的人 或者公司的人 之類的 這種事情很經常發生 剛亂爆料 主要是我不知道啊 起雷海溜 在麻豆有沒有 曾經被請貴者或是暗示過 肯定沒有啊 我要說的一件東西就是 大家把信跟錢的話語權 有點想像的太高了 那你只能夠提供給他信 其實你拿不到什麼關鍵的東西 就是可能只是一些小恩小惠小紅包之類的 以我以前來說的話 我打個比方好了 就比如說你去開奶茶店 那你當然不是說賺到開奶茶店的第一桶金是最關鍵的 而是後面的各種貨客啊 導流啊 然後人員的管理啊之類 這些都是錢沒有辦法替代的嘛 所以在完成事情的過程當中 創造利潤的過程當中 信跟錢的話語權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高 還是要認真的做事情 好 那我們下一題哦 好 你覺得怎樣才算上岸呢 怎樣才算上岸 我覺得這一個問題哦 粉絲的想像當中 他一定是覺得說 我離開了這個行業 我找到了一個伴侶 轉了行業吧 他們會覺得 反正離開這個行業就是上岸 但是我自己的定義是 你要有持續的賺錢能力 在一個持續可以發展的環境下面 然後才叫做上岸 有一些人離開 那有一些人被淘汰 那他們也是離開了這個行業 但這種叫做上岸 完全不叫做上岸 這種可能只是從一個海 到了另外一個海這樣子吧 那像是我現在的處境的話 我會覺得自己一直在岸上 其實沒有在海裡面 包括像是現在行業的狀況 就是大家可能會比較沒有信心 特別是女生的話 可能也會傾向說去轉行業啊 或者說能不能找到一個 有供養價值的異性好了 但是我自己的提議是千萬不要 因為我會覺得 你一直有觀眾的話 你一直就在岸上 就是你面對一個老闆 或者說面對一個 有供養價值的異性好了 那你在做的是一個 一對一的生意嘛 可是你說 像是現在我們產素材 賣素材這樣子呢 我們做的是一個 一對多的生意 就是我會建議 能夠做一對多的生意 千萬不要做一對一的生意 一個是一個乾爹 一個是很多的乾爹 所以一定要再按上 只有Youtube也一年了 也要開那些 成人內容的自媒體平台 也有一年了 然後謝謝大家 對我的包容以及支持 讓我吃到的飯 在這個行業 非常衰退的當中 讓我吃到的飯 地獄開局 然後現在還是吃到飯 謝謝大家的支持跟包容 那下一題 被擔心進入成人產業後 一直到結婚生子換行業之類 還擺脫不掉社會負品嗎 這一個問題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我覺得被人記住太難了 那麼容易被人記住的話 那我現在應該賺錢賺的蠻容易的 可是我現在賺錢賺的很艱難 我一直在很焦慮曝光 然後很焦慮宣傳這件事情 在這一個行業 你反倒應該要擔心的是就是 大家對你沒有關注度 而不是說大家對於你過度的關注 因為我入行前後 其實它的消費水平沒有怎麼變 那其實我大部分時間 我也不是說二十幾年了 你一直都在做女優文 你二十幾年 你都是在做普通人 所以我會覺得 沒有什麼不好接受的 我覺得應該是適時的 轉換自己的那個價值性 日本來講的話 有一些女生 他們也是從成人業出來 然後跳轉的也是蠻成功的 其實應該是往這個方向去賣進 哪裡都可以拼 你在這裡拼完 又到另外一個行業去拼 完全不用擔心 如果自己有小孩入行的話 你會有什麼想法呢 如果自己的小孩子入行的話 我覺得首先尊重他自己的個人意願 我個人來說 其實在成員業的經歷的話 我覺得還蠻值得講的 因為就是 它不像是大家的想像當中 你靠拖 然後靠上鏡就OK了 真正在做的事情 大部分時間在做的事情 其實是適應各個平台去做內容創作 然後去做宣傳 去做導流 然後我們就一直的查內容 生產內容 然後賣內容 而不是說脫殼的只佔他的10%之類的吧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做事情的當中 有蠻多建議 以及可以複製的經歷 可以給到我的小孩子 其實我一定會跟他講 我在成員業的這一段的經歷 因為這當中有很多做事情的邏輯 我覺得很值得講 因為像追求時事啊 社群操作啊 社群人氣的培養 這件事情在舒暢你身上是 老實講是跟其他人做出一個蠻大的差異 這種堅持跟自我經營的話 其實有很多可以聊的做事情的邏輯在裡面 所以我一定會跟我的小孩子講 那最後一點的就是 成員業他不僅只有演員 還有很多其他的崗位 所以我自己的小孩子 我希望他格局可以高一點 所以不排斥他進入成人城 為什麼不排斥他 其實他要做的成功 我是一個虎媽 玩完的話就不行 之前消失的兩年之間很多網友在懷疑說 你是不是被乾爹包養了 但是不可能 你像是被包養的話 或者被人約的話 那這裡衡量的是性價值的 可是現在 勞務價值已經高於性價值的 所以你不可能說 在性價值的出價當中 會出到了一個能夠打動你的數字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那兩年之前去了哪裡呢 那兩年之間有在正常工作啊 還有遇上疫情吧 好 下一題 如果未來男朋友 建議你在成人業裡面發展 你會選擇移退嗎 我轉不過來 我一直覺得很困惑 如果他建議的話 應該是他的問題 他要去解決這一個問題 而不是我要解決這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離開成人業的話 我覺得大概率是 有其他更想要發展的事情 或者發展的比較多元 而沒有辦法兼顧 那不可能說 因為一個原本沒有辦法接受我的人 提了一個要求 也要去離開成人業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有可能一個情境狀況下是 他原本可以接受 但是跟你交往之後發現 欸 戰猶豫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然後慢慢的就是釋出一些 所以這是他碰到的問題 但是他不能夠把這個問題 轉移到我身上 我可以跟你去解決這一個問題 但你不能夠把你自己的問題 轉移到我身上 就是感情當中想要試圖改變 對吧 你說突然講我的感情觀 抓回來 如果真的遇到這一題的話 你有可能會跟那個男生分手嗎 你是會想要遷就他 隱退呢 還是說 就跟他講說 我是一個很看重發展的人 所有發展會排在第一位 我覺得這有點看時間點 那如果剛好就是我已經 也有這個想法 那他有點像是 只是推動了這個過程更快而已 但是你如果說 我一直都在上坡的路上 然後突然間要我回頭的話 那不太可能 那書上的Q&A問答 已經接受了 現在開放補充時間了 開放補充時間 既然可以接受另一半 跟他說的一些選好條件 那如果是AV男優這種矯正 你會考慮當作另一半嗎 其實他什麼行業的都可以啊 因為一定有很多人也會問說 有沒有男優會想要追求你 或是 其實不會 因為我們相處的時間很短 我們行業當中 其實 單身才是少數耶 這個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像是我們這樣子的 其實才是少數耶 那上址的 所有條件可以看一下嗎 所有條件啊 所有條件 就是跟我對我自己的要求一樣 就是人不是有很多的角色嗎 你當子女啊 當父母 當朋友家人 當同事當老闆什麼好了 你有各種各樣的角色嘛 因為我希望在這一些角色裡面 都是做到合格的 這是對我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也會對我的伴侶 做出這樣子的要求 所以你對其他什麼 顏值啊 個性啊 這些條件你有一些 顏值的話就不醜 性格的話 情緒穩定 年紀呢 年紀 不要比我小太多 經濟條件的話也是他 在做到這些角色 合格所需要的收入吧 比如說當好一個爸爸 當好一個丈夫 那你當不好一個老闆 你一直在負債 那我覺得也不是很好吧 他們會覺得我 我提的太理想化 然後很難找 可是我能夠接受兩個 非常致命點的東西 一個就是他可以 第二就是他的顏值可以 不需要在中上之類的 有一些很關鍵性的要求的話 我反而會 可以讓步 他短小秒我是可以 他在這裡不及格是OK的 之前的粉絲見面會是真的嗎 第一次見粉絲的時候會尷尬 是真的 通常其實我不怎麼會尷尬 我倒是擔心粉絲會尷尬了 但有點不太好意思的 就是之前的安排 可能有點太緊湊了 然後粉絲跟著我好像太累 以後慢慢調整 那如果想要參加我的一日粉絲 記得要去訂閱我的Facebook OnlyFans Yume 記得是年費會員 然後才會有一日粉絲的那個機會 那粉絲都想問 來真的那只能夠泡到我了 這是最簡單的途徑了 真的好像是 或者騙 我不知道你怎麼騙 我不知道你怎麼說一個騙局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可以騙到我 網粉絲騙到我 對 就是靠騙或者靠泡我 那沒有辦法了 現在的收入多少錢 現在的收入 現在的收入蠻多元的 有YouTube的收入 廣告的收入 片酬的收入 然後還有 成人自媒體的收入 那是多少錢 幾位 幾位數 好的時候 可以有 我工作好的時候就是無限低 可以到這麼多 可以到你 那 那你現在對你的收入有滿意嗎 那個大家的想像來說的話 應該是沒有達到的 我覺得大家的想像都比 我實際拿到的錢要多很多 預期的收入 有想像過財富自由 大概要到怎樣的數字 那當然我知道在XXXE 是不可能達到財富自由 那我自己也沒有說 我这辈子一定要达到财富自由的这一个期待 但如果一定要我说一个数字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是 一亿台币就是达到了财富自由 太棒 我感觉就简易个怕 就是你现在收入多少 一亿台币 为什么是一亿台币 为什么是一亿台币 因为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资产 现在无房无车 然后呢 我还是有打算要小孩的 综合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需要一亿台币做 就是纯花的程度下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个数字 你的库存要有亿的难平 对 那如果你是一个持续的工作 然后也是理财高手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 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 好啊 那今天的QA就到此结束 那另外有一些比较 类似于快问快答之类的问答呢 我会放在我的IG上 大家也可以到我的IG上面去看 那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是舒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